我一直是一个探索者 这次我希望可以重新梳理中国家庭关系 我享受妈妈身份带来的喜悦和成长 也会在挫败犹豫中挣扎 于是我选择再次出发 去发现世间母亲的万种模样 去重新定义母爱的分寸与界限 重塑母亲的高光时刻 在人们的眼中呢 他是乒乓球初代大魔王 把我打垮不太容易 除非我自己放弃 退役之后 他是以英文零基础的状态 进入大学学习的 在2008年就取得了剑桥博士学位 之后他又从国际奥委会 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 变身成为了奥运村部的副部长 现在他的工作是体育产业投资 邓亚平职业生涯的每一步 都走得是这么坚定跟精彩 那么作为妈妈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他又是什么样的呢 来 邀平 请坐 请坐 谢谢同学们等了半天了 你们不知道我这个节目叫什么吧 我这节目叫你好妈妈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 13岁男孩的妈妈的身份的话题 想听吗 想 所以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奥运冠军 你觉得你会得到什么 你觉得你担心什么 如果妈妈是奥运冠军 我会觉得她没有时间照顾我 我觉得大家会以她的标准来要求 我们这些孩子 就有可能是我的妈妈是奥运冠军 那我可能未来我也是奥运之心 就会给我听这样的标签 对 要听听到这些大学生的这些第一反应 你什么心情 我觉得其实应该来讲 不应该有什么压力 我觉得 应该去征训这些大学生的这些第一反应 去做自己才对 你怎么分析儿子呢 我觉得总体来讲呢 是个好孩子 但相对来讲呢 这说得都够严厉的了 我觉得 是不是 他们都会误息啊 为什么 就觉得要求其实挺高的 是不是 总体来讲还是个好孩子 总体来讲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善良 很朴实 很好的一个孩子 特别小的时候 我认为应该要很强 就是我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考到班里第一 是吧 我想要拿冠军 但是呢我发现 他的进取心 吃苦的这种劲儿 好胜心 没有很强 没有很强 有一个就在网络上流行一段时间了 叫佛系 我一开始一直不知道佛系是什么意思 后来从儿子身上 对 对 快想起来 这就是佛系 上微博搜索你好妈妈 参与节目话题互动 围观更多精彩短视频 叫阿姨好 你也学买乒乓球呢 我听说 对 你以后想做乒乓球这项事业吗 太小了 那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嗯 还没有想法 你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吃 你最想什么时候知道你妈妈是特别棒的一分 从开着打球开始吧 那不是才知道 以前你不知道了 以前妈没跟我说过 她没跟我说过 没跟我说过 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说原来我妈是乒乓球世界上最棒的 还是通过那个网络吧 通过网络不是通过家里亲自说的 自己去搜的 搜邓雅萍三个的 她那个上头条热搜然后打开看然后就看见了 那你吃惊吗 感觉还好 那你没说妈妈你怎么不早要搞死我 你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我感觉这倒无所谓 无所谓 这就是活戏 通常我们想象名人冠军 尤其是体育明星 家里的孩子肯定穿的比如说名牌 留着很潮的发型 我甚至会这么想象 但是她的儿子 确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特别像是一个普通家庭走出来的 好学校里的好学生 那她渐渐明确了你是谁以后 可跟你交流过她的感觉吗 没怎么说过 也没什么太多的感觉 因为我原来怎么样 对她还是这样的感觉 她自己也还好 也没有你想象中的所谓的压力 或者说虚荣感来了 没有 那倒没有 我们在这个方面 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对绝对不允许 绝对不允许指的是什么 不允许有任何的 所谓的这种 自我感觉非常好的这种 优越感 对优越感没有 不虚 那怎么能够控制优越感呢 有什么事让你觉得说 有这个苗头 我要把它压下去 因为我们本身来讲 运动员是苦出来的 也是拼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本身 其实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非常优越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来自于普通的家庭 那么我们通过乒乓球 这个能够拿到冠军 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说我想我们的孩子也一样 他要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他自己的梦想 体现他的价值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的努力 因为我们是冠军 他就带来了这样的一种 无形的优越感 我觉得这个好像并不对 应该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才对 并远感可能是无形的 但是妈妈能给的资源 是有形的呀 给大家介绍 大家非常喜爱熟悉的世界冠军 恩爱佑老师 和她们的支持 中方球打得怎么样 哥瓦比 资源有的时候呢 是可以给他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平台 或者是有一些见大市面的机会 或者是场合 在这个场合过程当中 他的表现怎么样 他能不能驾驭这样的场合 他又在于他自己 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那还是要去学习 还要去努力的 他不是说在这个场合 他就可以表现得很好 不一定的 那他第一次以你儿子身份 跟你一起参加大场合 是什么样的 他的表现怎么样 就十岁以后 差不多才慢慢开始给他带出来 在开始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 其实他可以有一些机会去看世界 去年的时候 我印象当中 回到河南郑州 参加过一次读书节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大家需要阅读 当时选了一个 跟奥林匹克有关的一本书 那么我们来选读了一段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几百人那样一个礼堂 上到舞台上 然后看他这个尖都是耸着 然后好紧张 那你有没有联想过 你看儿子十岁的时候 还蛮胆小的 可是你十岁的时候 已经经历了什么 每个人生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不可以去强求别人 也不可以强求 即使我的孩子 也不可以强求他 每个人都是有个体 然后每一个个体 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个体 所以说我首先 从我自己的教育来看 我是比较尊重于个体 这样的一种更多的是 启发性的教育 而不是说我强压他 你必须要这样做 或者你必须按我的旨意做 有些事情呢 我认为更多的是 可以去跟他讨论的 这跟我想象不一样 因为你们从小 都是在集训队里面长大 集体的那种感觉 特别强烈 而且是命令式的 这种教育长大的 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惯性 尤其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可能会把原来的那些 成长当中的经历 不自觉地带出来 是 可是你好像很自觉地 在反抗这个 或者抵抗这种本能 你说的非常对 我是两个方面的结合点都有 那这很难平衡吧 又要希望他进取 严厉 又尊重他 分析他的特点 来根据他的个性 在看人下腰 对 这怎么平衡啊 没有什么难的 就是好多事情 你需要去跟他讲 那比如说他小的时候 其实要他打球 他其实很反抗 他不是很喜欢 他非常喜欢篮球 也非常喜欢足球 那么我认为 到了九岁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再不练点什么呢 有点晚了 找准一个方向 找准一个方向 对对 稍微要钻一点了 不能东一下西一下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他谈 我说你打篮球呢 我觉得你肯定没戏 这个没戏呢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看 你个肯定长得 不会太高的 是吧 好残酷啊 我说你这打篮球 肯定没戏的 我说你当个后卫 你都够呛 我说 真的 因为这是很坦诚的交流 我说你 你不怕他小心灵受伤啊 很正常嘛 这就是要面对面的 去交流才对嘛 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我们都要摊出来想的嘛 对嘛 万一将来长高了呢 你再高能高到姚明这个个儿吗 那腰球太高了 那最起码也得长个一米九吧 后卫 真的打篮球后卫大部分得这个个儿 那我认为不可能 他也相对喜欢足球 我说这个足球 这个事儿 就别练了 又来了 太可怕了 这妈妈 为什么 儿子又得说了 为什么呀 足球 我们都是拿手打的嘛 对吧 她脚肯定更没感觉 这个 所以 所以你现在也是这个乒乓球 也是世界冠军 肯定这种基因会传下来 所以我就说你看我们两个人 是吧 都是手比较巧 对 都是打乒乓球的 我说你肯定基因里头还带点 是吧 虽然你练得这么晚 稍微给你练练呢 估计还能凑合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说要不你再试试 这样试试以后 九岁才开始试试 乒乓球练起来 再开始练起来 那现在练得怎么样 目前我觉得慢慢的开始上道了 因为对乒乓球太熟悉了 也知道该怎么教她 毕竟她一开始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呢 你不要忘了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是什么 人的天性是喜欢赢 你甭管多小的小孩 所以但是当开始的时候 那肯定输 所以我们呢 就教她一些方法 比如说 乒乓球 最简单的营球方法是什么 最简单的营球方法是什么 乒乓球 来的最快的营球方法 就扣纱呗 不是 有懂的吗 什么 你知道什么 刚才说 发球 对了 你蹦一发 让她一吃 你不就赢一分吗 所以你就教她这个 所以发球 我们上来就抓 但是发球也是最难练的 练发球是很近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一个人面对这些球 然后面对这一个台子 前面也没有人 你就帮帮帮帮帮帮 在那儿发 那么她是属于那种 不是很近的那种孩子 我那天就是逼了她一下 逼了一下 估计就是很逼了一下 没有 那天 我让什么都不让练 就发一个点的长球 连续发了多长时间 发了两个半小时 稍稍逼了一下 但是她也同意 所以我们是事先都谈好了 事先都商量完了 商量完了以后 试一试以说还行 行了接着练 所以呢 什么事情都是先征求一下意见 是吗 会的 我觉得你这个征求意见 是走形式 不是 也真的征求意见 但是呢 这个民主还要集中嘛 是吧 我是比较尊重于个体 更多的是启发性的教育 而不是说 我强压她 你必须要这样做 必须要这样做 一开始过程当中 在那儿 发不下去很糟 我说不行 你今天必须在这儿发 我就在盯着 然后有一阵子开始哭 哭也没用 接着发 然后 慢慢后来过了这一段了 你发现她又开始静下来 可以静下来 她知道没用了 发 然后静静地开始发 发越来越有感觉 第二天去打比赛 以往的时候 她每一次比赛 一局里头不发个两三个自杀 不可能 但就是因为前一天 连着两个半小时 其他什么都没练 就练着一个球 第二天比赛 一个自杀没有 从那儿完全信我 厉害 民主还要集中吗 困困困了 有劲吧 在她讲让儿子练 两个半小时的定点的 发球的时候 我马上联想到 就是我最近跟我女儿之间 发生的一件事 我觉得邓亚萍给了我 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 就是我女儿在学打棒球 女孩叫蕾球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前面她都参与得很好 到后面开始有点像 比赛的性质了 需要她击球 然后跑蕾 到这个环节 她突然跑到我身边 抹着眼泪 妈妈我不要打 我一直都是比较呵护她的 这样的妈妈 但那天我突然找着一种感觉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去抱着她 我就把我女儿 带到这个基球点这儿 今天这个球必须打 我女儿眼泪就 哗哗的擦了两下 她一看没办法 没有退路了 球打出去 然后就跑起来了 后面的半场训练 她没有任何的不适 甚至很愉快 所以邓亚萍的两个半小时 是让她儿子 体会到了成功的滋味 我那次的坚持 是让我女儿看到了 失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那那两个半小时里边 你就是像你刚才 那个语气一样吗 接着练 练吧 但你不会暴躁 发脾气 什么这些你没有 你有吗 偶尔吧 我一般来讲 还比较平和的 但就那天那两个半小时里边 你有没有喊 有没有用大声 来压制她之类的 那要看她情况 好明白了 咱们做半天也怪累的 这个体育场 本来是没有乒乓球案子的 然后它为什么有了呢 对 你给我们来一下呗 好 好 好 我想跟老师学学发球 我想跟老师学学发球 哈哈哈哈 两个半小时要做好准备 你现在怎么发球的我看看 我我我我现在 科技蛋 科技蛋 嗨 这真是科技蛋 真的不会 这就不叫发球 叫发球伪力 哈哈哈哈 今天他们来的学生里边 有两个据说特别回答的 是啊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都扭屁股了 你过来 好 你一个人能挑战凳了 对啊 终于有这个机会 跟奥运冠军打打球 真的啊 你平常 对 先练几个 先练几个 这就不咋的 先练几个 这就是我小的时候练的 现在基本功 对 接到你基本功 哇 我第一次肉眼看 然后也发现他这么久 哈哈哈哈 K.O 哎呀 刚才我光观战吧 都一身汗 所以我想您先得喝一口饮料 降降温 哈哈哈哈 我们家的习惯是这样的啊 大事我说了算 嗯 小事他说了算 嗯 至今没发生过大事 一件统一是肯定能听我的 一件不统一就听他的 你是一直特别忙吧 你06年生的你儿子 08年北京奥运会 那两年是工作压力最重的时候 是 那像你特别忙的时候 你先生肯定要多管孩子 是 你们之间要讨论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阶段啊 你得多上点手 咱们分工一下 对 会的 我们经常会 我们俩会讨论 毕竟家里还有老人 有时候老人的意见 有时候又不太一样 对对 所以肯定是我们俩 首先要统一思想 啊 大致应该怎么去教育孩子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会比较多的去沟通 我父母呢 相对年岁更大一点啊 这个看孩子就少一些 奶奶呢 因为就是小学老师 然后他也语文班主任 所以呢 小的时候呢 确实是我这样有利条件了 包括辅导作业啊什么的 奶奶要求也很严 嗯 我就觉得很好 哇 你儿子就在一个严厉的奶奶 和严厉的妈妈中长大 奶奶因为她语文老师 所以对孩子的字的要求是很高的 啊 而且她又是左撇子 开始的时候 奶奶已经要求 要她用右手来写字 我们还是坚持了啊 坚持了 还让她用左手 左手写字 哎 跟婆婆要是有观念的冲冲 这就挺麻烦的 嗯 这个首先我跟婆婆关系很好啊 我觉得又就是遵循一条 把婆婆当成自己的妈 就对了这件事 可是我对我妈可撒娇了 然后我妈可别随便对我妈呀 对婆婆你就不能啊 你要一碗水端瓶是吧 你妈有什么你就跟她买什么 是吧 你她俩有什么 她必须她俩都是一样 嗯 甚至于婆婆可能好过于 自己妈妈的东西 我觉得更好一些 就给婆婆24可以进的 给亲妈18可以进的 是吧 这样肯定没矛盾 所以你这个平衡能力 已经完全都不用想了 已经进入化境了 各种关系 你想啊 在北京澳祖北工作 这就是一个平衡的能力 一个巨大的展现 家庭就是小事了对不对 有时候家庭的事挺难弄的 因为那是父母 再加上那是婆婆是吧 好再加上一儿子 家里事有时候 说重了也不行 说轻了不管用 对 当母亲这个身份来了之后 你觉得你发生变化了吗 变化 我觉得我一下就成熟了 我就从一个女儿心态 马上变成了母亲心态 我以前完全是被照顾 我是独生女 在上大学没离开过家 工作结婚生还 都没离开过父母 当我成为母亲那一天 我快一下就长大了 我就突然我成了这个 撑起这个一片天空的那个 心态就变成了这样 我觉得我的变化特大 是 就是你是大概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还好 没有像你可能的夸子这么大 因为可能从小相对来讲 比较独立 从小然后又到了这个集体生活 生活了这么多年 然后留学 然后工作在国教委会13年 所以相对来讲 一直是非常非常独立的一个人 我更觉得 我们每个都是一个个体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先把我这个个体做好 对 对吧 我们要做自己 我们要承担我们的社会角色 没错 完成该有的这个社会功能 但是如果排序的话 是不是先要把自己做好 我觉得是这样想 就是如果你自己做好了 你可能也有更大的能力 来帮助家庭 他想把自己做好以后 其实他就是分担家庭的 这样的一种困难 因为他又可以帮助老人 也可以帮助孩子 当然他的付出是会更多的 本节目由片仔黄化妆品 指定赞助播出 皮肤黄用片仔黄化妆品 省里的冠军我能拿 然后呢 队里的这些小伙伴 其实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不行啊 这事好像我不服啊 我觉得你一直走过来 包括从十岁被人家拒着门外 到现在 你对自己评价一直特别积极 对我们的同事经常讲 在我这儿没困难 即使有困难还往前走 这个你觉得是天生的性格使人 还是说后天的家庭环境啊 这个训练队啊 学校的环境 让你这样子的 第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这个教育呢 我更多来讲是尊重我的意见 启发式的教育更多一点 然后呢 他们会征求我的意见 你觉得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也会给他们的意见 那我从小的时候呢 是家庭环境是这样 那很难得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 他们能这么做 能尊重孩子 那是不多的 是的 是的 反过头来我却很要强 因为在进河南省队这件事情上 被省队拒之门外以后 我父亲回来跟我讲 而且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这也是家长所不常见的一种做法 对吧 一般来讲十岁的孩子 肯定都不告诉你了 因为你个儿矮 然后人家不要你了 你怎么办 当时就这么说的 对啊 你十岁的时候多高了 你到现在就知道我个儿不高 那时候更不高了 对吧 那当时你爸跟你那么直白的 就把教练的话转说过来 一个十岁的小孩 对 你怎么承受的呢 首先我认为 我那个时候的球还是挺好的 省里的冠军我能拿 然后呢 队里的这些小伙伴 其实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他们留下了我走了 我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就觉得不行啊 这事好像我不服啊 对吧 为什么我走了 他们留下了呢 所以说我要继续打球 那么 反过头来讲 我父亲没敢这样跟我说 那可能我也积不起就是人 那个骨子里那份那个劲儿 在这个竞技体育啊 这个锻炼过程当中呢 慢慢的让我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性格 反正把我打垮不太容易啊 除非我自己放弃啊 但是呢 确实是我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性格 而且呢 在我的天生条件不足的情况下 注定我不可以走别人的路 注定 因为像你个这么高 你伸一下你够得到球 我不行 我必须要跑两步才能到 所以就逼得我 只能走自己的路 坚持走自己的路 因为你世界上没有再有第二个你 一定要相信自己 坚定 坚定 一边是父母非常尊重你 跟你实打实地探讨生活当中的问题 对 那另一方面就是非常集体化的 统一化的这种生活 是 这个在渔农队的这个训练和生活呢 我们可以说是叫半军事化 对 集体的这个活动 然后训练 有明确的时间节点 包括这个比赛的任务 不可以有任何的迟到早退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甚至不可以有情绪吧 可以这样说 有的时候是可以这样说 稍微有时候有点情绪 或者发点脾气呢 偶尔允许 偶尔允许 但是基本上是不允许 在家里面这么被尊重 那到了这个集体生活当中 应该反弹更强烈才对啊 慢慢也就习惯了 教练呢 有的时候呢 在训练计划和具体的训练方法上呢 他是统一的要求 但是他也是因人而异的 因为他有一些打法 包括计算术的训练呢 他也不能说全部都长得一样 那也不行的 因为每个人是有特点的 如果说这个队是全部长一样 说白了 他也没戏了 这个队 那么所以说一定要百花齐放 一定要尊重个性 我认为好的教练 或者是好的老师 一定是尊重每一个学生 他自己的特点的 然后根据他的特点 去精雕系课 充分的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专长 你说这特别对 就是必须因才是教 对吧 就像我小的时候 虽然成绩很好 到哪哪不要 到哪哪不要 当然从这个过程当中激励了我 进国家队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我的这个教练 我的这个恩师 他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了这个问题 才给了我这个机会 因为当时呢 就是国家队教练 三次研究我的问题 都进不了 但第三次呢 张志导呢 就跟他们讲 因为他个矮 所以他看球全是高的 他看球全是高的 能干嘛呢 全部是进攻 所以你在看我打球的时候 我没有防守 因为我看的 各个都是进攻的机会 龙家平加油 加油 龙家平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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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就是怎么样 能够发挥自己的问题 把自己的优势做到无人可及 你 21米14 邓亚平先上了第一局 在这个军事中 比赛中 林亚平打得很有心 是 是 是 21米17 邓亚平上了第二局 再靠 是 结果 23米21 这样邓亚平 获得了极子青黄球单打的金牌 你是女性你就把女性的最大的特点发挥出来 当你的这个特点或者你的优势长到无人可及的时候 这就是你最大的优势 我们是好像血脉甚至家庭给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就觉得女的就应该多干 女的就应该多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在家庭 但同时呢 到社会上我们还希望呢 能够有展示自己的一种价值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 其实无形当中 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中国女性啊 非常好的一种锤炼 这种锤炼 我们也是同龄人 我们经历的时代是完全一样的 尤其是在这个职场上 其实哪怕在生活当中 女人要养家 要养孩子 要去打拼都不容易啊 以前我做专门的女性节目 如果是采访男性成功人士 我们只谈事业 谈女性最后都要问 那你对家庭这个有愧疚吗 而我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我专门请女性来谈 妈妈和家庭 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 我们除了玩上我们自己 除了要做好这个母亲 各种决策之外 我们是要做一个平衡的人生 不是非此即彼的 而且最近的这个调查数据 中国女性就业率全世界最高 而且我们现在的在大学读书的同学 女生也超过半数了 尤其研究生也超过55% 有的学校里头 有的学校里头的专业更多 现在在职场上的一些女性的领导者 为什么她在职场上她能够成功 恰恰她跟男性有很大的不同点 女性非常的全面 就是更细致 这是她的绝对优势 男性有时候是粗线条的 但女性领导者一定是细线条 她既又是可能有一定的宏观 包括格局 但同时她关注到每一个成员里头 这个时候就彰显了 女性领导者的这种柔性的美丽 所以就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 女性的代表性的 告诉年轻的女性 我应该怎么样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人生的取舍 因为现在价值观太复杂了 一个时期是说女人要跟男人一样 女人能顶半边天 一个时期会说 说女性回家做一个全职 也是多元化社会的表现 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跟职场女性没有区别 现在我们又会说我要做自己 甚至有人不结婚 甚至有人不要生小孩 你觉得要怎么样选择 是对自己最好的呢 你有建议吗 我觉得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吧 首先不要去把自己看扁 要相信自己 你学了这么多年 不比任何人差 你要有绝对的这样的一种自信 那么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她个人的选择 因为每个人的 包括职业的选择 包括整个人生的选择都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 做好自己就好了 但是不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包括未来 女性要更多的去付出 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现实 我首先认为 我们自己首先不要去过多 去考虑我性别的问题 我是女性 我是男性 我男性又怎样 我女性怎样 我觉得不需要过多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说这特别对 我发现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只要别跟我说我是个女的 我觉得这事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你要突然上一样一个女人 你马上觉得你就弱了 那作为男性来讲 他可能他也会面临很多的压力 也很多的挑战 对吧 他觉得我竞争对手更厉害 一帮男的全是 是吧 还再加上女的呢 所以我认为 首先不去考虑你的性别问题 我因为是男的怎样 我又因为是女的 我认为你要考虑 因为你是一个人 对吗 我因为是一个人 这么短暂的人生 我能够为社会贡献我 什么的力量 我能够推动世界 发展也好 和平也好 我能贡献什么样力量 无所谓男女的性别 我不认为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我都感动了 然后最后这点时间 有没有提问吗 你好多身份 你比如说这个冠军 再比如说是名牌大学的学霸 然后从政从商都有很高的成就 从我这个小心脏来看 我觉得这个 已经算是无比辉煌的成就了 那您觉得 就是怎么能够做到 在各行各界都获得如此高成就 没有 感谢啊 对我这样的夸奖 我觉得首先 我坚持和坚定的走自己的路 就比如说拿我的打球来说 我的打法这个风格 没有人做过 也没有人走过 你在这样走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的质疑 他还是觉得肯定这样不行 那你要如果听从别人说 有不打了 那就完了 这件事 是吧 所以说一定要相信你自己 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 我们千万不能长得一样 今天我觉得当亚萍坐下来 面对我 面对这些大学生的时候 他的每一句话 都是非常笃定的 所以亚萍说的 首先要想我是一个人 我作为一个人 我如何完善我自己 我如何承担责任 我甚至如何带给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一些改变 你这么去想了 自己反而变强大了 节目结束前呢 送一个片仔黄 送给亚萍老师的礼物 它这是一个专门给妈妈 来用的化妆品系列 叫做凝食素颜紧致系列 保证是健康的草本的 能让妈妈的皮肤 变得更美丽更自然的 就像你这样 然后送个小礼物 谢谢 谢谢阿姨 也谢谢大家 谢谢 给大家一起照张相吧 好吧 就像她自己说的 我不求别人都对我满意 我要做到我对我自己满意 我要有明确的方向和我的选择 她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非常鲜明地传递出来 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能够遇到好的采访对象 坐下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选择这个 我认为的90分的自己就是 让自己做得更好 然后成为孩子的榜样 我觉得不单单的只是保姆社那种妈妈吧 一定要在孩子的这种思维上 要去引领她 其实像现在的话 我晚上每天都会陪孩子看半个小时以上的书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 能够传达到更多的乐观和积极给到她 我选择90分的妈妈 我曾经有过三次公威业 然后包括我这个宝宝都是做试管 我也是很艰辛才得到这个孩子的 所以我想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尽量把自己做得最好 其实心里是还是有一点亏欠的 还是觉得会有一点 牺牲了自己的一些时间啊 或是爱好啊 肯定会选择90分的妈妈 我妈妈本身会把自己做得很好 对我们小时候也会就是面面俱到 我相信她可能一点都不会犹豫 她会完全选做90%的妈妈 但是作为女儿的我呢 我倒是希望她有更多她自己的时间 好了 欢迎来我家做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 都没有独立的房间 没有一个梦幻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算是弥补我们自己 童年的缺失好了 为了陪孩子放弃一号吗 那肯定要这样啊 要不然怎么办呢 为了保持一个平衡 因为你工作要放弃了 那也不行 那吃什么呢 那有了工作之后 我才能够去负担家旅 大大小小的生活的费用 才能够让小孩除了上课 然后他还可以去 你确实是有更多的 可爱的朋友